阿萨伊巴西梅的果核 占总体积的80%以上 与其他水果和梅类不同的地方 是阿萨伊巴西梅采下来不久 就开始被分解 变得不新鲜 这是由于它的成分很特殊 有50%以上的是必须脂肪酸 如油酸 Omega9 中铝酸 亚油酸 Omega6等 正是这种良性的脂肪含量 使得阿萨伊巴西梅在采收后 24小时内开始变坏 因此阿萨伊巴西梅无法在超市出售 美国集醇公司是提供最好和最醇的 阿萨伊巴西梅无法在超市出售中 我们下萨伊巴西梅无法在超市出售中